黑神话,悟空从8月20日开售开始,不断刷新着傲人的数字,预售超4亿,两天破450万套,突破Steam最高带宽,带动瑞幸市值上涨30亿。 最新的则是游戏科学自己宣布,销售以普通1000万套,这意味着即使按照标准版268元估算,营售已经突破27亿,但日就回本了。 不难相信,在现在的势头下,这个数字会持续上涨,累计销售2000万套完全有可能。 而且,这款游戏里面的故事传说和地点参考都是有来源的,故事原型就是参考原著西游记,而里面场景参考原型多达36个取景地, 其中山西就独占27个,这款游戏也带火了山西旅游实现双赢。 这款游戏不仅国人喜欢,外国网友也是玩得不亦乐乎,唯一不和谐的就是韩国人破防了。 没有人能一直破防,除非他是韩国人。 自从在奥运会上多次遭遇国家被念错,国企被挂错后,韩国网友的精神状态就不太稳定。 而这次我国发布首款三游戏火爆全球后,他们就破了大防。 而这次还没等我国网友出手,韩国人就遭到了外国网友的疯狂打脸。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我们一起看看吧。 几年前韩国人说孙悟空是他们的,现在又说黑神话,悟空抢了韩国的IP。 先问问孙悟空手中的棒子答不答应吧。 自从黑神话,悟空火爆全球以后,韩国一博主酸了他表示,我们韩国也有类似的古迹和建筑,可惜被他们抢先一步做进游戏里了。 这真符合网友对韩国人的刻板印象,西游记要是在韩国,估计一天就到西天了。 放眼全球,也就韩国人能说出这种极度抽象的酸言酸语, 听这意思他们原本打算把西游记也一起深移。 要知道咱们华下五千年文化历史,放眼全世界,谁不知道西游记是中国的经典故事呢? 早不说晚不说,偏偏在黑神话,悟空预告片放出来之后,说中国抢先做了游戏。 司马昭之心真是人尽皆知啊。 而后便有更多韩国网友开始唱衰和抹黑,准确地说这应该是韩国游戏,我们参与了开发,并且深明一点,孙悟空是我们的。 与其说是游戏,不如说是在玩高清视频,只是华而不时而已,这游戏根本没几个人了。 而他们口中的没什么人玩,却一经发售,就夺得了巴西、意大利、加拿大、美国等四个国家的热销商品榜首,只是在他们国家排名第八罢了。 而在游戏正式上线两天后,全球同时在线人数可达到了恐怖的130万人,成为Steam单机游戏在线人数历史第一。 因此,在看到韩国网友这副面孔后,外国网友可坐不住了,首先打脸的就是印度网友。 碰上真文化,别说超了,你们考虑亚玩都玩不明白。 罗罗斯网友说,三百年后,韩国挖出了驻韩美军的遗骸,于是韩国人声称白人起源于韩国。 越南网友说,2030年,朝鲜向首尔扔了两颗原子弹,爆炸中心的所有东西都被融化了,只有数百万张未被融化的嘴。 而在嘴损的这方面,中国网友从来都是天花板级别的,在韩国西游取经,上午出发,天黑之前就已经取到经了,这是在暗讽韩国国土面积小。 山东你们到底在大白菜里放了什么,给他们吃成这样,这一是在暗讽韩国国土面积小,就连白菜都得从我国进口。 二是,在暗讽韩国网友这波操作,如同吃了骏子一样,不知所云。 所以,是要把这小破土坡,做进游戏地图吗? 这是指前段时间,韩国博主爬了一座几百米的山,但对于我们来说,这只能算得上是个坡,也就是说,韩国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景点。 韩国有你能镇压得住孙悟空的山吗? 可能是大圣从耳朵里拿出金箍棒的首饰,给他们整破房了,这就不用解释了。 韩国人对这个首饰有多在乎,大家都知道,其实也不怪他们,怪就怪他们的国土面积确实很小,且也没什么历史,所以在看到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后,才会如此激动。 什么叫贯偷? 众所周知,春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,拥有数千年的历史积累。 然而,今年龙年过节日的时候,有网友在网络上发表了过年的视频,不料却让韩国网友破房了。 首先他们表示,春节是他们的节日,其次作为我国已经身移的龙图腾,韩国人居然也说和他们的文化有关。 韩国人口口声声说,自己做的美食是满汉全席,可吃了一辈子的泡菜,到现在才发现,所谓的韩国泡菜是中国山东出口的,只不过是按照韩国人的口味嫁以改良了一下,他们吃的泡菜全都是从我们这里进口的。 韩国人一觉醒来,天都塌了。 如今黑神话,悟空上线后,韩国又羡慕嫉妒了起来。 对此有山东青岛的网友表示,一斤白菜长一块就老实了。 该说不说,这件网友是懂得拿捏的。 本以为韩国人来抢IP就已经够离谱了。 没想到隔壁阿三在看完黑神话,悟空的最终预告时,也算得不行。 但是,阿三这次没抢核心技术,直接来抢猴子了。 印度网友表示,孙悟空原形不就是他们神话中的神猴哈努曼吗? 为此他们甚至还拿出了证据,原来在印度首都那里立着一根类似金箍棒的铁柱,这根铁柱子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。 因此他们表示,这就是孙悟空的金箍棒。 也更加坚定了,西游记就是借鉴了他们印度的历史。 为了坐实这件事实,阿三还试图向联合国提出申请,要把这根大铁柱身移,但最后的结果却没能如愿。 除此之外,阿三总理莫迪对于黑神话,悟空的数据也是羡慕不已,觉得既然我们能行,那他们肯定也行。 于是宣布了一个20年的工作规划,表示要打造出属于印度的游戏精品,并引领全世界游戏行列。 能不能实现不知道,但是阿三有这么大胆的想法,也是精神可嘉。 黑神话,悟空的横空出世,彻底撼动了长久以来欧美三游戏在全球市场的霸主地位。 此前,中国主机游戏领域几乎是一片被海外游戏作品垄断,几乎没有能与之抗衡的游戏作品。 而黑神话,悟空的问世,无疑是中国游戏业的一次重大突破,它不仅填补了国内在三级别游戏上的空白,更为中国游戏产业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尊重。 从前中国的玩家想要体验国外的三大作,还会遭遇外国玩家的轻视与嘲讽,质疑我们能否创作出同样高水平的游戏作品。 可如今,黑神话,悟空的上限用实力回忌了所有的质疑以及偏见。 让全球玩家见识了中国的制作实力。 另外除了游戏输出之外,黑神话,悟空多处的实地踩景,也让国外玩家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。 除了我们熟知的西游记外,这里面的取景地一共有36个,其中光是山西省就占了27个。 里面既有现存的古建筑,各种小设计也体现了中国人的浪漫和心思。 这是外国人永远理解不了的,因此在游戏上线后,外国玩家们就开始恶补西游记之时,也开始研究一个中国猴子。 除了外国玩家外,各大官媒也开始直播打游戏,咱就是说,要不要看看自己叫什么名呢? 新重庆,第一眼,四川观察,永捷无见等等,不过最惨就是小米中国市场部的副经理王腾,本想玩个游戏,没想到却被网友向雷军告状了。 8月21日,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,有记者提问,中国的国产游戏黑神话,悟空上线后受到全球玩家的青睐,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? 毛宁表示,我不了解电子游戏,但是感谢你让我关注了这款游戏。 从名字看,这款游戏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《西游记》,我想这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吸引力。 六年豪赌创造历史,黑神话,悟空完成了行业以及玩家的愿望。 也难怪有网友会调侃说,这么多年,村里终于出了个大学生。 这对中国游戏行业来说是一个伟大的进步,岂能是别人动动嘴皮子说偷走的。 真要是眼红的,不是应该先加强一下自身实力不是吗? 毕竟如果连机操都不会,又怎么能够打通关呢? 最后我们说说,韩国人为什么要一直窃取中国文化呢? 本质就是为了建立自身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信。 我们知道,韩国的历史很多都需要从中国的历史古籍中寻找, 因为古代韩国的很多文化是从中国过去的,很多与中国高度一致。 所以,韩国就想方设法,企图颠倒黑白,向世界证明,说这些文化起源于韩国。 在韩国的影视作品中,我们也能发现韩国人内心深处的那种渴望。 某部韩国电影中,韩国总统在得知办公室被美国窃听之后, 勃然大怒,要求让美国驻韩大使跪在太极旗下面。 但是回到现实,我们就会发现,即便被美国窃听了, 美国都不用解释什么,韩国政府就会主动辟谣。 所以,孙悟空身上那种不屈不挠,挥舞金箍棒, 扫出一切妖魔鬼怪的英雄气概,反映了一种正义的力量, 反映出人民战胜一切困难的坚定信念,这尤其是韩国人想要的。 哪怕拍成电影,韩国人也想要过过瘾,告诉外界, 韩国人骨子里原本不是闹肿。 但是韩国人再怎么渴望,也无法将孙悟空拒为己有。 中国与韩国最大的区别就是,我们是用孙悟空的形象, 把理想召进了现实,做到了独立自主,不畏霸权, 韩国则是想借用孙悟空的形象,逃避现实,实现精神胜利。 韩国曾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宇宙大国, 但是却不敢反抗美国,他家的齐天大圣怎么会这么窝呢? 各位说是不是?